在繁华的芝加哥 六位身份各异的陌生人 先后收到了一个相同的古怪盒子 里面有米诺斯历史逃生游戏的入场券 高额的奖金诱导着他们来到了神秘的米诺斯大厦 众人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刺激有趣的游戏 却丝毫不知一场蓄谋已久的巨大陷阱在等待着他们 六位游戏者先后来到了为他们准备的等候室 静置勃勃地等待着游戏的开始 商店小职约米勒想离开等候室 抽上一支烟 却发现门把手竟然是坏的 众人被锁在了等候室 游戏爱好者丹尼兴奋地告诉大家 这间等候室或许就是他们要逃生的密室 说吧 众人立刻行动起来分头寻找线索 女学生左翼不小心触发了机关 天花板上慢慢出现了巨型加热器 整间等候室瞬间就变成了烤箱 大家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加快了寻找线索的节奏 聪明的左翼发现了茶几上的机关 成功地打开了通风口 游戏者们齐心协力互相帮助 终于顺利逃了出来 刚刚逃脱危险的众人又来到了一间小木屋 米勒从墙上的九个英文字母 推测出了木屋门锁的答案 但他却若有所思 阴影察觉到这个游戏似乎越发诡异 众人打开门锁之后一同走出木屋 却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他们面前是一片冰天雪地 但无人乐意欣赏风景 大家都积极地寻找逃生的线索 很快众人就有了发现 只要从被发现的一块冰块中拿到钥匙 他们就能够逃离此地 然而真正的考验却开始了 丹尼一不留神 掉进了突然出现的一个巨大的冰窟里 被底层的暗流带离冰窟口 惊慌失措的游戏者们大叫着丹尼的名字 纷纷趴在冰面上寻找丹尼 就这样 可怜的丹尼成为了游戏里第一个牺牲者 杰森努力让大家保持镇静 成功地开启了下一道关卡的大门 丹尼的死让每一个人的心理都蒙上了阴影 但他们不得不振作起来 迎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第四个关卡的难度 一点也不低于之前的任何一关 好在有推移女兵阿曼达的帮助 他们成功地拿到了开门的钥匙 阿曼达成全了众人 自己却掉下了深渊 牺牲在了第四关 众人跌跌撞撞来到第五关 这里的场景布置更是诡异无比 每个游戏者都在这里发现了 有关自己的私人信息 他们不禁回忆起了自己的故事 一个事实赫然摆在眼前 在每个游戏者各自的故事中 他们都是唯一的幸存者 而且他们发现 游戏设计者对他们每个人的故事 都了如指掌 众人又惊又怕 终于发现了这个游戏背后真正的阴谋 原来他们一直都在被利用 被游戏设计者当作了测验游戏的牺牲品 经过众人的努力 出口的密码终于被破解 杰森和米勒逃向了下一关卡 但麦克大叔和佐伊却死在了第五关 游戏至此 人性的恶意已经完全暴露无遗 最终米勒打败了杰森 成为了最后的幸存者 米勒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见到了号称游戏大师的幕后主使 冷血的游戏大师已经是杀人无数 自然不会放过眼前的米勒 紧急关头之下 从之前的关卡侥幸逃生的佐伊出现了 他和米勒一起默契杰作 开枪打死了游戏大师 最终获得了这场游戏的胜利 令获救的佐伊和米勒没想到的是 游戏大师的设计精密绝伦 没有留下任何有效证据 甚至还伪造了那些牺牲者游戏的死亡原因 警察无法相信佐伊的片面之言 游戏设计团伙依然向遥法外 六个月之后 佐伊再次找到了米勒 并邀请他和自己一起 前往游戏设计团伙的藏身之处 揭露他们的罪行 他们又将会遇到什么 未来又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游戏即将再次开局 再次开局